里面有个叫做布置寻览列 也就是说所谓寻览列就是上面 甚至你可以在每一页上面都放寻览列 每一页上面都放寻览列的话 反正每一个画面看起来只有下面那个部分不一样 上面都可以连接到别页 类似像这样的 寻览列要怎么做出来 我想这部分的话各位可以去参考一下三之五的书里面讲的 如果做法上没有那么复杂 你们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 怎么用我们这个范例来做一个说明 首先的话特别注意 这个寻览列 我们刚刚是List Review List Review特别注意 你一定要先做项目符号 像刚刚有同学没有做项目符号的话 如果没有项目符号 你还是用List Review做出来 即便你是怎样把它改成 这是context 如果即便你把它做出来好像也跑不出来 所以特别注意List Review必须怎样 先做项目符号 再做List Review才会成功 OK 这一些小小细节 那再来就是说我要怎么样做出类似像那个刚刚讲那个寻览列 首先第一个特别注意 我们的寻览列 是要放在那个我们的上方 就是在这个这个哪个位置呢 特别在考生服务网的右边的地方 特别说游标放这里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我们要在这边插入一个什么 插入个DIV 特别是一定要是一个DIV 里面放什么寻览列 特别注意这个动作很重要 首先游标放这里 再来的话在上方我用常用的对 用传统的对 传统里面的版面版面里面就有个 第一个就是DIV 特别注意游标放正确的位置 第二个是插入DIV标签点下去 直接按确定就可以了 这边类别这边ID不用按确定 确定之后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他就会帮我帮我们产生什么 帮我们产生一个DIV 有没有一个头一个尾 里面的话就是放这些文字 那这些文字呢我们不需要 所以请各位把这些文字给删掉 删掉OK 删掉之后我们要放什么东西呢 放的这边有个DIV 这边已经做过 那特别注意就是DIV头DIV尾在这个地方 请你在这个中间里面放什么 放底下的这个最新消息新书登场 这个把它Ctrl C一下 复制一下 复制之后的话呢再贴到哪里呢 贴到DIV的中间 你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这样点看不出来到底是不是在中间 你可以有没有干脆放这里 放DIV的头跟尾的中间 就放哪里放这里 如果你放错了很抱歉 做不出来效果OK 好那把它摆在这中间吗 Ctrl V一下贴上 把这个贴上 不过贴上它在这边贴 移一下 移一下点一下 确定在这里 Ctrl V一下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 各位可以看到 上面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 List View 这边有一个List View 不过特别注意哦 请各位务必贴上之后呢 先把它原来的